那时候整个人你想一下就好像真正掉进了万丈深渊似的 这时候情绪非常的低落 那时候确实 怎么说呢 就是非常伤心 非常悲伤的时候 可能就一年左右吧 后来就有一个外国的假制专家到中国来讲学 就传授做假制的经验 后来他看了我的情况 他跟我说 他说只要 他说你安上假制 你不但可以像正常一样的生活 你还可以再登山 就这样 我听到这一话 突然我就好像见到了光明似的 你以前听到的声音都说 这么可怜 这么年轻 就没有脚了 都是这种声音 这时候突然听到这个的时候 我就特别的兴奋 特别的高兴 不然踢足球肯定是不行了 那假制肯定不能听球 而且通过这次登山呢 我也觉得我也喜欢上了登山 但是我没跟别人说我想肯定别人会认为我是一种痴心妄想 怎么没有脚还登什么山呀 现在决心就再登珠峰 发现这个癌的时候是96年嘛 这个很多这些病啊 都是被吓死的 14年我就开始去冻珠峰 遇见雪崩嘛 15年我又去 遇见了地震 到了8750米的时候 离顶峰只差不到100米的时候 暴风雨 哎呀 当时我就想着这老天爷真是 有人问我 等到你70岁了 你还会盘登珠峰吗 我今天总的感觉来说还是 还是可以 从头开始吧